大家好,这集视频我会分享在iPhone怎么传照片或文件到电脑上 我会用iPhone 14 Pro和这台Windows 10的电脑来做示范 因为新款的iPhone所提供的USB数据线都是Type-C接口的 然而我的桌上型电脑没有Type-C接口 所以每次要从iPhone传送文件都觉得很懊恼 现在我发现了,用这个共享文件夹就可以轻松做到无线传送了 非常实用,首先必须先确认iPhone和电脑是连接同一个网络 然后在电脑桌面先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 在桌面上点右键,选择新NU 然后选择Folder新文件夹,将它命名为iPhone 然后右键点击iPhone文件夹 选择最后一个Properties属性 选择第二个选项Sharing共享 点击Share,按钮 输入Everyone所有人 点击Add添加 再点击这里设置权限 设置为Read,Write读和写的权限 最后点击下方Share按键 如果出现这个信息,记得选择第二个选项 最后点击当完成 现在点击Advanced Sharing高级共享 将这个选项打上钩 然后点击Commission权限 在Fold Control所有权限 这里打上钩 最后点击Apply应用 再点OK就搞定了 然后这个同样也是点击Apply然后再点OK 最后这个点击Close关闭 这样iPhone文件夹就完成设置网络共享了 为了确保设置正确 我们右键点开右下方的网络图标 选择Open Network Internet Setting 点击这个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选择Change Advanced Sharing Setting 确定这个选项是选择第一个 Turn on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也就是说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确定已经启用后就可以关闭这个窗口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设置了登录密码 那么就不需要做接下来的设置了 因为接下来我会设置让电脑无需密码 即可透过网络登录 首先点击左下方的开始键 然后在键盘直接输入这个 搜索到后点开它 然后选择Local policies 选择Security Options 然后找到Account Limit Local Account 点开它 然后选择Disabled禁用 完成后点击Apply和OK 现在可以关掉这个窗口了 最后你必须知道 这台电脑的名字右键点击开始键 然后找到并点击System系统 这里就会显示这台电脑的名字了 OK 这样电脑上的设置全部都完成了 虽然有点复杂 但是只需要设置一次以后就很好用了 现在打开iPhone 在iPhone上 我们需要用到一款叫ES File Explorer的APP 中文名叫ES文件浏览器 这个就是了 如果还没安装 可以到App Store上搜索和安装一下 搜索ES File Explorer 这个就是了 我先前已经安装好了 这里就不多做示范了 安装好后立刻打开它 打开后选择下方的服务 然后往下滑到最后 在下方这里就会显示 网络上的电脑名字了 确定iPhone和电脑 必须连接到同一个网络上 才会显示出来 现在点击电脑名字 现在这个步骤 需要输入你登录电脑的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刚才 我们在电脑上 已经设置了无需密码 都可以登录 所以现在这里可以直接点击 右上方的连接 马上就登录成功了 这个就是刚刚共享的 iPhone文件夹 现在我们尝试传送照片看看 打开照片 打开要传送的照片 然后点击左下方的分享 选择ES文件浏览器 选择这个电脑名称 选择iPhone文件夹 点击下方的保存 OK 这样就搞定了 现在我们到电脑上去看看 现在在电脑上 打开iPhone文件夹 这个就是刚才 iPhone传送过来的照片 这样以后就可以轻松从iPhone上 传送文件到电脑了 希望这个教程可以帮到你们 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哦